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已经打出了一个30年的大底 这是一个30年的大底 那么当30年的大底完成了之后 很多人站在这里不晓得该何去何从 对不对 可是我来说告诉各位 这意味着台湾的股票市场 要进入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 要进入一个全新的纪元 你越快去熟悉 你越快去适应 我跟大家说 你越快融入的话 就能够越快赚到钱 如果你不相信 我就证明给你看 在过去的两个礼拜 王良曾经语重心长的跟大家说 请大家要当一个有创意的人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人 不仅仅是看到节目的测标 甚至于从王良的口中都知道 王良鼓励各位要当一个有创意的人 而王良所谈的创意是什么 包括人工智慧相关的股票 对不对 王良讲得这么样的清楚 我请问各位 你们有没有赚到钱 今天的测标里面 我跟大家说 还包含了另外一个未来的趋势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 那谈到要当一个有创意的人 我请问你今天的创意 今天的创意 是不是拉到涨停板锁起来 涨到了202 当一个有创意的人 能不能够赚钱 王良有没有讲在最前面 王良有没有走在市场的最前面 今天你看到创意涨停板 其实王良所要推的是什么 是人工智慧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到今天的市心 涨到了86块7 王良又让所有买的人都赚 那么这一波王良要开始去布局创意 开始带会员去买进市心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什么 我跟大家说谁会用到超级电脑 请大家去想一想 对不对 我跟大家说生活中的AI人工智慧 王良每一样都在节目当中解释过 那接下来呢 王良跟大家强调的是 中国发表的AI战略 而且呢 2030年要成为全球AI的创新中心 那讲到这里 好像跟台湾都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你不要紧张 王良所看到的趋势 一点一滴的 它会一步一步的实现 在今天我们的行政院院长林全 他说啥 我跟他说 王良的背后不是只有研究团队 还有全中华民国最强的主力 那就是中华民国政府 你们再看下去 在今天行政院院长林全 他已经拍板定案 五年160亿 这就是中华民国的AI科研战略 这里面的内容 我已经没有办法花那么多时间 来跟大家解释 可是我请问各位 股票它涨了没有 这一波的四星拉回 王良开始带会员去做布局 到今天股票涨上来 快要创新高了 对不对 我也没有办法让所有买的人都赚 从70块接下来呢 涨到了78块9 涨到了80块半 涨到了80块半整理完之后呢 在今天涨到了86块7 创下本波段的新高 每一个跟王良买人工智慧 每一个跟王良买四星的人 全部都赚钱 那么当你们看到四星涨上去了 再来呢 再来我告诉各位 现在大家一定朗朗上口 你是不是一个有创意的人 谁是一个有创意的人 对不对 那王良问各位 王良是不是一个有创意的人 我们在节目当中鼓励大家 今天的创意涨到了202 涨停板锁起来 这叫做霸气十足 今天的创意已经从184涨到了202 那么对很多人来说 他会觉得我也想要当一个有创意的人 但是我更想呢 要能够走在时代的最前面 我更想呢 要去引爆一个新的趋势 要去掌握到一个新的商机 我告诉各位 请你不要急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 王良除了人工智慧之外 其实我有发现另外一个新的趋势 那这个趋势呢 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是什么样的趋势呢 我先问各位 大家信不希望呢 手机要变得越来越大 我相信开始有些人觉得不方便了 对不对 因为手机真的呢 为了塞更多的功能 它就变得怎样 越来越大 所以现在的四位型手机 从之前的4寸到5寸 现在到6寸 6.5寸的手机都有了 对不对 那大家虽然现在开始觉得 手机有一点大了 已经到极限了 可是我问各位哦 手机会变大的原因在哪里 主要是在萤幕 对不对 那如果在将来 手机可以不用变大 但是手机的萤幕可以变大呢 我呢所告诉各位的 不是变魔术哦 我跟你说 真的哦 手机不用变大 但是手机的萤幕可以变大 如果手机的萤幕可以变大 你们想想看 有多少人 现在用手机在玩游戏 有多少人 现在用手机在追剧 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希望什么 会希望手机不要变大 但是手机的萤幕要变大 那如果有一间公司 他能够掌握到这关键的零件 掌握到这关键的需求的话 你们觉得这档股票会不会涨 那我来发现一间公司 他确实呢 跟这个手机的萤幕变大 是有关的 可是手机不用变大哦 而且这间公司 他上市差不多 将近一年左右 没有上市很久 所以算蛮新的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他几乎都没有涨 几乎都没有涨 可是玩梁发现 最近开始有法人在拜访 开始有法人密集的在拜访 而且在最近 要开始出报告了 也就是说 他会跟过去 玩梁之前所买的邻居 信仓店一样 这都会是一档 未来法人会买单的股票 那如果他上市之后 这一整年呢 股票都没有动 可是接下来 接下来引爆了一个 新的趋势的话 那表示什么 那表示哦 他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股价呢 创下历史新高 因为他已经整理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 对不对 一旦股票创新高 我告诉各位 今年的行情 只要创新高的 他就会再创新高 请你记得王梁这一句话 所以我们要尊重趋势 而且顺势操作 所以如果你们在过去 看到王梁带会员 去买进世新 看到王梁这一波 介绍的人工智慧 创意大涨 今天涨到了202 你们想要跟上下一个趋势 有一档股票 王梁在下个礼拜一 会带会员全面买进 会带会员全面大买 创意是人工智慧的代表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什么样的趋势 是新的趋势 现在绝大多数的人 所采用的手机 荧幕的比例呢 是16比9 那么荧幕的比例是16比9 这表示什么 在荧幕的上缘 还有荧幕的下缘呢 其实都有一些 手机的一个空间存在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哦 你们来看哦 你现在所看到的手机 我现在拿在手上的 这个呢 就是16比9的荧幕 那如果是16比9的荧幕 你会看到上缘 还有下缘呢 都还有空间 对不对 那如果上下缘都有空间 那我如果想要把荧幕变大的话 这表示什么 荧幕的比例要去修改 修改成怎样 修改成18比9 如果是18比9 我跟各位说 我的手机不用变大 可是我的荧幕可以变大 对不对 但是你的荧幕的比例 如果要调整为18比9 这样子的一个荧幕 我告诉各位哦 有很多零件都要换 驱动IC要换 驱动IC的载版也要换 因为那跟16比9是不一样的哦 那未来 我能够认为 18比9呢 将会是一个手机新的趋势 而且这个趋势 已经开始在酝酿当中了 那么在今天 我能够发现 也许有些人 真的很希望 手机的荧幕可以变大 对不对 但是这个方法呢 已经开始呢 可以得到解决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手机的荧幕 本来是16比9 那未来呢 会变成是18比9 而王良所说的 我告诉各位哦 现在18比9的全平面板 需求是一路看深 那如果需求一路看深 未来的总需求量 会高达6亿 高达7亿片的话 哪一间公司 能够掌握住这个商机 而这间公司 我告诉各位 这就是未来新的趋势 这间公司呢 现在就在大家的面前 这间公司 现在就在大家的面前 一旦让它创下了新高 后面呢 完全没有卖压 创新高的股票 就还会在创新高 这就是一档呢 18比9 这就是一档 全平荧幕的概念股 而接着哦 我跟大家说 18比9 全平的面板 因为需求 会一路看深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 希望什么 希望手机不要变大 但是荧幕要变大 那如果手机不要变大 荧幕要变大 我请问各位 这里面的驱动IC的载版 它势必要更换 对不对 而这一间公司 它就是呢 提供18比9的手机面板 驱动IC的封装机板 它就是提供18比9 手机面板 驱动IC的封装机板 而且我告诉各位哦 这个技术 可以说独步全球 为什么 因为它的技术跟材料 来自于日本驻友集团 也就是说 它的技术跟材料 来自于日本的驻友集团 所以是独步全球 那如果是这样子 如果王良说 这是一个未来 智慧型手机的大趋势 如果我认为 要引爆新趋势 获利会大爆发 我告诉各位 这个获利 王良先讲在前面 明年的EPS 会一举跟今年比较起来 成长15倍 那为什么能够达到 这么高度的成长 如果你想要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要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你有在网上订过饭店吗 TriVago其实帮您 从250多个订房网站 及APP上 比较超过100万间饭店 不用怀疑 你可以用TriVago 轻轻松松 以划算的价格 订到理想的住宿 找饭店 TriVago 当害虫出现 你立刻行动 你为什么没逃走啊 雷达 雷达快速杀张 强悍保护家人 雷达为爱强悍 装成 大华国际图部 2362-8000 走跟宝宝一起探索世界 悬映市站No.1 乃层长配方 送折叠三轮车 Yuki 문el 我带 respon 卡举爱武兰 Mufri 一节 加强行迷你定 给你多20% 灵活舒畅 一天小订 好吞炎 卡举六亮 在 Jeffrey Mufri 一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今天晚上美国是涨还是跌 也不管礼拜一大盘是开高还是开低 王良都会带会员下去买股票 而且礼拜一要进场大买的股票 就像你们之前所看到的创意一样 就像你们之前所看到的原删一样 都是王良率先在市场当中提出来一个新的趋势 而一个新的趋势当它开始引爆的时候 初期成交量会放大 K线有可能收红 有可能收黑 有可能会留上影线 可是人气当它开始汇聚之后 我告诉各位 人气当它开始汇聚之后 接下来当它的一个热度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股票就会喷出大涨 如果股票喷出大涨 我相信所有买的人都能够赚到钱 那么这一波大盘来到了1万点 其实王良认为行情才刚刚开始加温而已 其实之前大半从7000点涨到1万点 这一段路走得相当长 对不对 那好不容易走到这里 这个地方行情只是刚要开始起步 所以有很多的强势股会一档一档的冒出来 比如说在今天橘子蛮强的 对不对 在今天育权同样是游戏概念股也蛮强的 那这一波王良所布局介绍过的普瑞 王良代货员买的普瑞 8月23号告诉过各位 在今天来到了466块创新高 这一波王良所布局过的神盾 8月14号告诉过各位 从216然后涨到多少 这一涨就是5成307创新高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有些股票 当它的热度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它就会喷出 它就会大涨 对不对 那例如说像新长点 王良跟大家说过 这是一个涨价概念股 因为被动元件的上有在涨 结果今天的新仓店也是大涨 王良在8月11号 在节目当中告诉过各位 我会带会员去大买新仓店 我会带会员去布局新仓店 对不对 结果一口气从24块涨到了这一波的高点 29块6创新高 那当你们看到的新仓店 其实之前大家也记得邻居 我跟大家说过 邻居法人会买单 对不对 结果邻居买在20块附近 马上他就创新高 还有一档股票 在今天也是万人米 这档股票叫做华邦店 对不对 所以王良介绍的 王良代会员买的 有很多都是法人的股票 重点是法人会下去买 你们看到今天的华邦店 涨到了23块钱 8月22号 王良跟大家说过 法人会买单的股票 接下来要注意的就是华邦店 对不对 结果华邦店在今天 涨到了23块 创新高 那除了这些股票之外 很多投资朋友心里在想 那还有没有更能够更会涨的 还有没有可以赚得更快的 我跟大家说 你可以开机条级参加会员 王良想要给大家的是什么 王良想要给大家的 不是你要买来等三个月 你要买来等半年的股票 王良希望是在股票 他有一定的热度的时候 带会员下去买 然后随着整个市场的气氛 开始往上提升 热度提高的时候 股票立刻喷出大涨 对不对 例如说 王良这一波带会员买的原山 你们都知道 光是用三天 就能够赚赢别人三年 对不对 这一波的原山 8月14号 17块半带会员下去买 而且我还在节目中 敲锣打鼓 告诉过各位 我们带会员买的原山 是电动车的引擎冠军 结果8月17号涨停满 8月18号涨停满 8月21号涨停满 再来 你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 接下来8月24号 还是涨停满 这一波 王良在17块半带会员买完之后 原山拉出了一只涨停满 然后两只涨停满 然后三只涨停满 然后四只涨停满 光是连续了这三根涨停 光是用三天 能不能够赚赢别人三年 那么当你们看到原山涨上去 各位会发现 创意是未来的趋势 对不对 人工智慧 原山也是未来的趋势 那是什么 电动车 接着我还能跟大家介绍什么 跟大家介绍的是5G 对不对 介绍一档5G原年的概念股 那么这一档股票 我们在介绍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未来一定会进入5G的时代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说 中国大陆在拼5G的商用原年 很快的不是中国大陆 全世界都要拼 如果全世界都要拼 我跟你说 你不用怕股票出大量 股票出大量 没死后面就赔 王良曾经跟大家讲过 我代会员布局了一档 5G原年的概念股 而且这档股票 虽然去年EPS是负的0.26 可是今年的第二季 它单季赚了0.63 这是哪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就是代号8034的荣群 那么8034的荣群 你们再看下去 8月23号拉锤跟中长红 对不对 这档股票是不是荣群 接着在昨天一开盘 直接跳空涨停满的 是不是荣群 接着在今天 我告诉各位 今天股票继续开高 继续大涨 而且一开盘 就创了颇段新高 这档股票还是荣群 而且有营收 有EPS 而且未来是5G的原年 那这些股票 有些人会说 我们都知道了 那再来 还有什么样的股票可以做 再来还有什么样的股票可以买 我跟大家说 你们不要急 礼拜一 请你把手续办好 等我通知 礼拜一 有一档股票 完了会全面买进 这一波很多人 错过了原山 对不对 很多人呢 眼睁睁看着荣群 在今天开盘 创新高 很多人这一次 你们看到 王良去介绍世新 可是不知道 人工智慧的威力 结果世新 从70块 涨到了86块7 这一波的世新 你看我们赚了多少 王良带非常多的会员 下去买 让所有买的人都赚 我能甚至于在节目当中 公开的鼓励各位 请大家 一定要当一个 有创意的人 对不对 8月22号还在184 今天很多人看的是 股票从哪里涨上来 我能所看的是 它能够涨到哪里去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别 我认为要到哪里去 比从哪里来还要来的重要 而且我知道股票 它为什么会涨 那如果创意今天涨到了202 涨停满 创新高 这是一个时代的新趋势的话 那请问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新的趋势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我能跟大家说过 有一档股票 它未来会跟新的趋势有关 这个新的趋势就是18比9的荧幕 这个新的趋势就是手机不用变大 但是荧幕要能够变大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都是16比9的荧幕 所以上下都还留了非常多的边框 那么接下来我告诉各位 接下来几乎所有的手机大厂 我等一下会证明给你看 会改成什么 会推出的是18比9的荧幕 所以这里面的驱动IC载板 全部要做更换 因为边缘是弯的 跟原来的不一样 那你们再看下去 18比9的全屏面板 需求是一路看深 而且需求是刚刚引爆 那么有一间公司 它其实上市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这种公司 我能告诉各位 筹码最干净 筹码最集中 而且当它开始创新高之后 股票很有可能就会持续创新高 其实这就是今年 台湾的股票市场 它的一个走势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一档股票 在下个礼拜一 王良会带领会员全面买进 我已经把下个礼拜 要买进的股票准备好了 而且只要你办好手续 王良也会带你们 跟我们一起同步进场 你们再看下去 这就是一档18比9 全屏概念股 这就是一档未来趋势的股票 18比9 是智慧型手机 未来的大趋势 那么现在 王良引爆过 人工智慧的趋势 引爆过电动车的趋势 引爆过5G的趋势 我现在要引爆的 是18比9 智慧型手机的大趋势 而且获利会大爆发 因为呢 它是18比9 手机面板驱动IC的 封装机板 因为它的技术来自日本 日本哦 驻友集团 接下来呢 苹果的i8的 OLED的手机 大家现在没抓到 对不对 还有三星的A18 还有Note8 这大家都不知道哦 他们其实都是采用什么 18比9的荧幕 那当你看到这一点 你们想想看哦 为什么后面是点点点 因为不只是这些手机品牌 不只是这些手机 会采用18比9的荧幕 对不对 那么我请问各位 那这间公司 有没有可能会大涨 那如果他们都要采用 18比9的荧幕 接下来呢 这既然是一个新的趋势 在明年的获利 就会大爆发 所以明年的EPS 将有可能一举成长15倍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一间公司我认为未来 非常有可能 既创意之后 既圆山之后 既你们看到昨天 跳空涨起码的荣群之后 成为整个市场的大黑马 下个礼拜 所要买进的股票 王良已经准备好了 我打算呢 在开盘的时候 通知会员全面买进 我知道有很多投资朋友 在过去的一个月 你们眼睁睁看了大盘大涨 眼睁睁看着王良告诉你们 要当一个有创意的人 结果今天创意涨行满 对不对 我告诉你没有关系 王良想继续带大家赚钱 如果你想拼 请你把握住这个机会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前十名把电话拨通的 王良会给你们一个最大 最大的优惠 只有祝各位 未来做股票都能够大赚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